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纯粹去应记一些关键字词或者一些考点的话 死记应背 那么其实面对纷繁复杂的灵活的题目 我们是驾驭不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根上要吃透诉讼时效 所以一会儿呢 在正式讲解内容前端讲理论的时候 我可能会多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讲一讲诉讼时效制度 通俗解释过来的法理 好 那么前面呢 给大家做一个铺垫之后 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具体内容的学习当中 先来说诉讼时效 什么是诉讼时效 如果单纯从其法言法语的概念来讲的话 那么诉讼时效指的是权力人在法定实现内 没有行使其权力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就消灭其胜诉权的制度 一句话没了 所以如果光看诉讼时效概念 他的这句话的话 好像get不到什么内容 对吧 其实如果就算硬是去硬着头皮提连一些关键词来的话 那么外乎就是这几个关键词 对吧 一个是权力人 第二个 有一个法定的时效期间 第三个呢 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对吧 法律强制规定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说诉讼时效 说到胜诉权的问题 但即便如此的话 看这个好像也有点原理物理 对吧 但最起码我们知道 诉讼时效制度 它是针对于权力而言的 对吧 那它对于权力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所以光看它的概念 不过是一个这个法言法语的表象 我们还要从它的实质的法理来入手 那在这儿再允许我从一个大的知识背景 来导入诉讼时效制度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进一步解释 在现在呢 我们学到第八章了 那么其实前七章的内容 已经全部系统完整的讲过了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根上 原理上来就是法律关系 还记不记得 其实全书我们都在讲的 无外乎就是这四个字 法律关系 对吧 法律关系三要素 主体课题和内容 那么内容呢 又分为权力和义务 我们再梳理一下大的权力和义务吧 第一章第四节 对吧 一上来我们学的第一个大的权力制度是什么 是物权 第五节债权 第六节知识产权 第七节担保权 第八节保险权 对吧 那如果物权 你又分为动产物权 不动产物权 债权呢 又分为合同之债 侵权之债 对吧 知识产权呢 又分为著作权 这个保险 著作权和专利权 还有什么 还有商标权 如果担保权的话 担保物权 担保债权 等等等等 那就进一步细节展开 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大的权力制度是这些 然后再来说义务 先说大的义务吧 第一章第九节 讲纳税的义务 第二章讲施工许可的义务 第三章讲发承包过程当中 相关主体的发包义务 或承包义务 以及分包义务 对吧 然后第四章讲 定立合同过程当中 以及合同旅行的时候 相关主体的权力和义务 第五章讲环境保护的义务 节约能源和文物保护的义务 第六章讲安全生产的义务 第七章讲质量管理 以及工程移交之后 对于工程质量保修的义务 对吧 所以呢 全书都是围绕着权力和义务 以工程发展为主线 进行逻辑展开的 所以大的方向 学的无外乎就是权力和义务 这两大方面 对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说啊 我们反思一下 那就是 其实在前面所学到的 所有大的权力制度 或义务制度当中 法律的态度 都是非常明晰的 有明确的分水岭 对于权力就是保护 对于义务就是限制 对于责任就是惩罚 对不对 但问题是 现在啊 咱们讲到的诉讼时效制度 它的 这个时候法律的态度 可不是一味的去保护你的权力 支持你的权力了 在这里啊 法律是什么呢 通过一个实现 那么也就是给你一个时间段 来限制你权力的行使 所以制度设计在这里啊 可不是纯粹的去保护权力 而是限制权力了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 就是小的时候 在看周星驰的电影 大话戏友里面 有一句台词啊 就是说 我爱你 但如果这份爱 要加一个实现的话 我希望是一万年 所以同理如此 法律啊 他也给权力加了一个实现 不过这个实现 他不是一万年 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是三年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权力啊 再来分析权力 权力的享有 那无外乎有两个来源 要么是法定的权力 要么是约定的权力 对吧 先来说法定的权力 那么法律赋予你一个权力 那么他同时都会赋予你一个权力的实现 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那么如果一年还是两年 或者十年还是二十年 对吧 比如说施工单位的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权 法律说了你这优先权就是六个月 对吧 我给你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制 好 这是法定的权力 那还有约定的权力呢 约定的权力肯定是 就是缔约的双方当神的对方 赋予了你这样一个权力 好 那在这个 比如说一个签订租赁合同 约定的租赁期限是三年 好 那你想有的租赁的成租权 就是三年 对不对 好 那么无论你法定的权力 还是约定的权力 权力本身实质性的期限是多久 三年还是三十年还是三百年 对吧 那我们就不去考虑 但如果你的权力遭受侵害 那么对于权力的享有者 你需要请求法律来保护你的话 通过诉讼的手段来请求法律来保护你 好 这个时候啊 法律就赋予了你一个对于权力主张啊 通过诉讼权力来主张权力的话 那么给你一个时间限制 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三年 好 我们知道它的实质是这样的 现在啊 我们分析一下说为什么 要问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法律要去限制权力人呢 我们之前学到的权力都是保护 对吧 对义务是限制 对责任是惩罚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学了 回到法律的本源上来讲 那么前面我们在备考指导班的时候 我提到过 法是什么 法是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是制度建设 是上层建筑 对吧 所以我们常说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那么法律呢 在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所看到的法律是什么 它是一个正义的使者 是一个正义的化身 所以呢 它就像一个杖剑天涯的侠客 他去劫富济贫 他去极恶如仇 他去保护权力人 去惩罚义务人 违法违约人 对吧 但是问题在于说 法律呢 它也是具有普世性的 它面对的主体 可不仅是只有限于义务人和责任人 对吧 它还要限于权力人 它还要去在一定程度上去保护权力 所以呢 云云众生 主体范围比较广 法律呢 也要盖得到权力人这一部分 对于大多数的权力人呢 他还是配合的 听话的 法律赋予他的权力 他会积极的主动的去行使 但总有那么一撮人呢 他是在 我最后这句话 就是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 就你总是在去待遇行使权力 你去不愿意去行使法律赋予你的权力 问题在于你待遇行使也就罢了 但是你弄出乱子来 你还要请求法律去保护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法律保不保护你啊 爱之深 责之切 对吧 他不仅要去承担 去解决受贿纠纷的职能 法律也要去承担 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职能 所以他最终还是要出面保护权力人 那对于这一撮权力人怎么办呢 法律也很头疼啊 他就想到一个制度设计 那就是诉讼失效制度 最后啊 我还是会保护你的 但是对于你不听话的这些主体来讲 那怎么办 我还要敲打敲打你 所以现在我们理解 诉讼失效这一部分制度 它的表象是什么 是通过给你的权力 加一个时间的砝码 表象是限制你的权力 实则是什么 是通过限制你权力这种手段和方式 来去督促你 那么催促你 或者给你一些警示 那么给你一些紧迫感 让权力人能够积极的主动的 那么更实效的去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力 那这样的话 法律这个立法设计 制度设计 才能够为更多人所普遍适用 对吧 所以这是他最终的目的 表象上是通过诉讼失效制度 来限制权力 实则的目的呀 也是希望这个社会 能够更加稳定发展 所以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保护权力人 好 那么通过这一连串 我来给大家一层一层去剖析 他的一个法理的内容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来看诉讼失效制度的概念 你来看啊 是指权力人 在法定的失效期间内 未行使其权力 依照法律规定 消灭其胜诉权的制度 所以他的概念表象是什么 是限制权力 但实则 刚才讲过 实则是通过这种方式跟手段 去保护权力人 去稳定社会秩序 好 现在我们明白了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小结论 就是诉讼失效制度 它是惩罚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 那么法律试图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但是往往失败 不过这个微信红包可以 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员 能盖得到我这个冷幽默 微信红包是可以的 这个不需要去主动要求我们 我们自己看到微信红包 有那么一个 这个本能就要去抢 但是诉讼失效 我们就要去惩罚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主体 这是诉讼失效制度的法理 也是它的本源 好理解它的基本含义概念之后啊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8024这个标题下面的内容框架 一共包括五个这样一个小标题 那么前两个是诉讼失效的概念和不适用诉讼失效的情形 讲它的基本的原理 然后三和四呢 讲它的时间啊 这时间段以及起算的这个起点 然后五啊 讲的是诉讼失效的终止和中断 那么终止和中断呢 实际上是诉讼失效的一个特殊情形 我先感性的让大家有一个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啊 一会儿我们再讲细节内容 那就是我们诉讼失效限制权力人权力通过什么 一般情况下是三年对吧 但是啊 这个制度设计也不能太绝对 不能一刀切 万一有一些特殊情况怎么办呢 对吧 咱还得开个口子 所以如果说诉讼失效是指权力人限制权力 是打它一个巴掌的话 那么诉讼失效的中止和中断则是打完巴掌之后 我再给你两块糖 给你两个甜枣 一个甜枣是中止 一个甜枣是中断 所以诉讼失效制度是限制权力 对吧 但诉讼失效的中止和中断则是什么啊 则是表象限制权力的基础上 我在给权力人不断不断的在给他开口子啊 让权力人真正能够享有权力 好 这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法理 以及这个标题旗下的一个框架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细节的 下面呢 就是要按照教材的一个顺序 要讲一讲 那在诉讼失效制度 这个设计的初衷之下 那权力人和义务人 他的后果 以及法院的立场 跟态度都是怎样的 后面的文字描述呢 先等一下说 一会我们再翻回来这一页啊 先看这样一个图示 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图示 我就以建设单位跟施工单位的工程款纠纷为例吧 比如说施工单位 我干完了活 对吧 验兽合格了 那么工程已经进入到竣工结算的阶段了 好 那么依据之前的约定 或者现在的约定啊 那么建设单位跟施工单位呢 呃 他们俩的约定什么啊 是在2020年的6月1日前 建设单位要支付完毕所有的工程款 好 那问题来了 那如果说在2020年的5月1日到6月1日之间 这一个月之内 如果建设单位还没有支付完毕工程款的话 建设单位算不算违约 不算 为啥呀 说了截止日是6月1号 对不对 那6月1号之前 如果建设单位没有支付完毕工程款 他就不算违约 你施工单位 你去主张权利的话 这个时候你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权利 对不对 你要等他真正他违约了 好那你可以去主张他的违约责任 对不对 所以从6月1号这一天 建设单位还没有支付 比如那一天准时准点 6月1号晚上12点 也就是6月2号凌晨起 从6月2号这一天起 建设单位就违约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 这一点起建设单位违约 同时这一点起诉讼时效起算 因为诉讼时效起算呢 它是主观起算时间 一般情况下 是自当事人指导或应当指导之日 但是诉法实践如何来认定呢 它一般还是要以客观的判断为依据 哪一天当审是指导或应当指导之日啊 那就是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 就是2020年的6月1日这一天 那么建设单位违约 从这一天起开始起算 诉讼时效期间 好那既然起算了 那我们时间段是多久啊 刚才说过是三年啊 一般情况下是三年 同时在我们建设工程领域的 相关合同纠纷 它的诉讼时效一般也是三年啊 就把握着三年就可以了 好那所以A点 如果是20年的6月1日的话 那么B点 三年届满之日 就是23年的6月1日 对吧 其实是5月31号 我们就直接这么一写吧 大家明白这意思就行啊 好那实际上是 23年的6月1日 我们就直接按照这个来算 好中间A和B的时间段是三年 那这三年之内 刚才说过了 对于权利人来讲 它是有这样的起诉权和胜诉权的 咱们不说三年之内 如果没行使 待遇行使 你才消灭胜诉权嘛 对不对 前面说过了 对吧 你才是法律上消灭胜诉权的诉讼时效制度 但在三年之内 当事人又有胜诉权 又有起诉权 如果施工单位主张权利的话 比如是建设单位 欠起500万元的工程款吧 好那这个时候 他有起诉权 他也有胜诉权 在有起诉权 有胜诉权的前提之下 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应的程序啦 证据啦 你都具备的话 那么一般情况下 你是胜诉的 对吧 有胜诉权不一定代表你一定胜诉 你还要符合其他的法定程序 那么以及权利的行使 打这个相关的证据材料等等 对吧 如果其他都条件都满足了 那一般情况下 你就胜诉了 但问题在于 如果施工单位呀 从这一天起 他就知道建设单位签的钱了 三年都没还 他也没起诉 过了三年了 过了B点了 然后到C这点 你才起诉 所以说B跟C的这个时间段 已经属于什么 属于超过诉讼时效 有效期的时间段 A和B是在三年以内 B呢 一直到C点当神起诉之日 已经超过三年了 刚才我们讲过 诉讼时效 这个时候 它已经消灭了胜诉权了 无胜诉权 但是法律规定在这里呀 对于权利人来讲 施工单位啊 它还有一个起诉权 那起诉权跟胜诉权有什么区别呀 本质的区别是 胜诉权 它是一个实体性的权利 而起诉权 它是一个程序性的权利 那有的学员可能会问了 老师既然 对我施工单位权利人来讲 我已经超过三年之后 已经丧失了胜诉权的话 那我想不想 有这起诉权对我来说 没什么意义呀 不一定啊 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所以这里啊 法律赋予了权利人超过诉诉 实交期间的之后 还赋予他一个程序性的起诉权 那就如果你起诉的话 一般情况下 法院呢 他也是应当受理的 如果没有一些终止中断 和延长的事有的话 这时候再拨回起诉 对吧 但如果有的话 法院就应当受理 受理怎么办 这个程序的口子开了 关键看对方 刚才咱说绿色字体的部分 都说全 针对权利人来讲的 对吧 现在你再看下面 粉色字体的部分 咱们啊 现在要研究一下 义务人了 那也就是说 在三年有效期之内 那么权利人 又想有胜诉权 又想起诉权 而这个时候义务人呢 关于针对诉讼时效 这个事 他没有抗辩权 什么是抗辩权 抗辩权就是 你往东我就飞往西 你往南我就飞往北 你说我应当 向你承担责任 我就偏不给你承担责任 如果你要跟我一起 去竞争一个权利的话 我就比你想有优先权 因为我有抗辩权 这是抗辩权 对吧 好 如果在三年之内的话 针对诉讼时效 这个事 那么义务人啊 他是没有抗辩权的 但如果一旦 过了三年有效期 那么权利人在起诉 义务人他就有抗辩权了 注意 有抗辩权 并不代表 行不行使抗辩权 如果义务人 行使了抗辩权的话 那么说你 对于我建设代位来讲 施工代位 你向法院起诉了 但是你起诉 已经过了三年有效期了 好那我主张你诉讼时效 已经过期 好 一旦他有抗辩权 对于义务人来讲 健身单位 他一旦有抗辩权 且行使了抗辩权的话 驼 那他直接胜诉了 所以这个时候权利人 当然他没有胜诉权 他也就败诉了 对不对 对于义务人来讲 他属于胜诉的 但问题是啊 那么说这个 诉讼时效期间 三年也过了 那么当时权利人呢 胜诉权也没了 那么义务人呢 有抗辩权 问题是他不行使抗辩权 他没原来没听过 王老师给他讲的 关于这个诉讼时效的 这个制度内容 他不知道有这个事 他没行使抗辩权 这个时候 那么在庭审过程当中 法官能不能够主动示名 主动说提醒义务人说 你看看你多笨 你这时候 你一旦一提出 诉讼时效抗辩 远高立马就败诉了 更和谈后面那些 什么举证实现了 什么证据了 这个那个庭审的过程了 就不用考虑了 对不对 法官能这样做吗 法官不行 法官要处于一个 中立的态度 即便法官挺着急 他憋着也挺难受的 所以在这里 如果义务人 他有抗辩权 但他没有行使 抗辩权的话 那么法院 不应对诉讼时效内容 继继续示名或者主动 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进行裁判 法官不告诉你 所以只有王立学老师 才能告诉你 诉讼时效制度 法官是不会告诉你的 但是如果他没有行使的话 那对义务人来讲 他不就败诉了吗 但如果败诉了之后 说我已经 我这个败诉了 好 那我最后还要承担责任 判决我败诉了 我得执行 执行完了之后 回来听王老师的课 说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事 那我反悔行不行 我再次主张 我这个庭审结束 已经之后了 那我再主张原告 他对于权利人来讲 他的诉讼时效 已经过期了 可以吗 不行 这时候法律不予支持 想反悔 没那么容易 终于把这个钱 从你腰包里掏出来了 哪那么容易就再要回去 所以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如果这个时候 那么当事人 就是对这个义务人来讲 他已经履行了 自愿履行了 也同时打破了 诉讼时效的 这个限制的结界 就是不受 不再受诉讼时效的 限制了 那同时 既然已经履行了 他就不得再抗辩了 所以你看看 现在你经过 下面这粉色字体 对义务人 他行不行使 抗辩议权这个事 我们学完了之后 你再来看 权利人超过三年 诉讼时效 校期之后 他对于起诉权的享有 是不是觉得 这个口子开的 还是有必要的 对不对 万一义务人 他不知道这个事 他配合你权利人呢 那你不就胜诉了吗 对不对 最后的胜诉是一个结果 前面我们讲的胜诉权 是一个实体的权利 所以说当权利人 他过了三年有效期 他不再享有胜诉权 这个实体权利的同时 他有这个程序性的权利 通过这开着口子 也许也许最后的结果 他就胜诉了呢 所以你看这个 诉讼时效制度 是不是这个设计的 还是很很巧妙的呀 对吧 一张一尺 文武之道 好 那通过这个图示的理解 下面我们再对应着 看这些文字描述 我们就好理解了 说诉讼时效啊 是在超过有效期之内 在法律上就发生 权利人的胜诉权 消灭的这个结果 这是什么 这是对权利人的后果来讲 那对法院来讲 他的态度呢 他对权利人态度呢 刚才说过了 胜诉权是消灭了 但是起诉权还在呀 如果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话 等一会儿我们要讲8025 讲审判的时候 会讲起诉的法定条件啊 如果也符合法定条件了啊 原告被告了 法院的管辖等等都符合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法院是应当受理的啊 这是对于权利人来讲 那么受理之后 查明无终止中断延长事由的 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好 这是对于法院啊 如果权利人在已经没有了 胜诉权的情况下 还想起诉权的时候 法院一般情况下 也是应当受理的 再来看法院对于义务人的态度 义务人 那么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你有抗辩权了 超过三年有效期吗 你已经对义务人来讲 有抗辩权了 但你不行是抗辩权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呀 那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内容 进行市民 或者主动 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 不告诉你啊 然后呢 当事人如果违反法律规定 约定延长或缩短诉讼时效期间 或者放弃利益的法院不予认可 什么意思 就说诉讼时效是法律 给你的强制性规定 你们想约定延长或缩短 你们想有或想没有都不行啊 法院都不予认可 法院说得听我的啊 那么如果你们这个客观情形 它就符合一般情况下三年 那就三年 不由得你们当事人之间如何来约定 好 这是法院啊 他对于义务人的态度 和对权力人的态度 那对义务人 他有什么后果呀 如果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当事人自愿旅行的 就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了 并且如果履行完毕之后 你再反悔的话 法院也不予支持 不予支持谁啊 不予支持义务人了 好 这就是诉讼时效制度的基本原理 文字内容 理解了这个框架 这个图示之后 再来看这些文字内容 就好掌握一些啊 所以就不要再背了 好 所以在你脑海当中 你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图示 那么这是一个三年有效期 对吧 过了有效期之后 那如果权力人 去提起起诉权的话 承训的权利 开个口子 那最后看看 能不能够 能够最后获胜 对吧 好 这是诉讼时效的 基本的制度内容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标题 叫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 什么叫不适用诉讼时效情形呢 我们先来看啊 说当事人 可以对债权请求权 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但对下列 债权请求权提出 诉讼时效抗辩的 法律不予支持 先来琢磨一下 这个标题这一句话啊 叫做当事人 对债权请求权 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说明这个当事人 是权利人还是义务人 说明是原告还是被告 是被告 是义务人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对方给他的 请求权是什么 是债权请求权 说明对方是权利人 他是义务人 对方是原告 他是被告 所以他对其提出抗辩 这是不是就刚才 我们所讲到的关于诉讼时效的 权利人跟义务人之间的博弈啊 对吧 权利人提出主张 那么义务人提出抗辩 对吧 好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但是紧接着话锋一转 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 诉讼时效抗辩的 法院不予支持 不予支持谁啊 不予支持这个当事人 也就是不予支持这个义务人 刚才说了 如果说当事人呢 他有抗辩权 且行使抗辩权的话 那他就胜诉了 说明法院是支持义务人的 如果他提出抗辩的话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不予支持 那为啥下面这四种情形 法院不予支持啊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四种 他的一个情形的具体内容吧 先来看第一个 叫做支付存款本金 及利息请求权 什么意思 说白了呀 那就是什么 我们挣的钱 我们存到银行 对吧 我们的存款叫本金 然后呢 到期之后银行 不仅要把本金还给我 还要把利息给到我 对不对 所以存款本金 及利息请求权 那么你的钱 一旦存到银行之后 请问你跟银行之间 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 你权利人 就是存款人 那么对于银行来讲 他是义务人了 到期待 他把本金和利息 都得给你 对不对 这个利息前面 我们讲到过 它属于什么 第四章第一节 合同总论当中提到过 就是一种法定的自息 对吧 所以如果你去银行存钱 这个行为一旦发生 银行也接受了 你们之间 达成这么一个契约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就是 对于存款人来讲 是权利人 对于银行来讲 他就是义务人 好 通过第一个 我们拆解出来 这个小结论 可以理解 对吧 往下看 第二个 这样子对付国债 金融债券 及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的企业债券 本息请求权 什么意思 首先国债 国债什么 咱老百姓买国债 对吧 叫对付国债的 本息请求权 所以对付国债的话 这个时候 我们老百姓 干嘛 买国债的人 是权利人 那么国家政府 发行政府债券的是义务人 对吧 同理金融债券 也是一样的 发行金融债券的 金融机构 是义务人 那么以及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的企业债券 那就是一般的进行公开募集 对吧 二级市场股票交易 咱老百姓 咱买点股票 作为一个小股民 对吧 你也别吵得太狠 你比如说像原油宝 对吧 你把这种理财炒成了期货 这个太夸张了 所以要投资 有风险 那么我们一定要谨慎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 购买债券的人 无论是政府债券了 金融债券了 以及其他的一些 金融的一些债券 那么或者是一些股票 对吧 那么这些权利人 他属于什么 他是购买债券的人 他是权利人 那么下面呢 对于政府 金融机构 以及企业 这个企业指的是 公开发行债券的人 所以他们是谁啊 是义务人 所以你看前两个的权利人 都是什么 都是老百姓 对吧 存款的 这个是基本存款的 对吧 那你如果你 这个家里面 还可以有一些余付的话 那你再买点理财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 义务人是银行了 政府了 金融机构了 企业了 对吧 然后再来看三 等一下啊 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 缴付出资请求权 什么叫做 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 缴付出资请求权 好像很绕 实际说白了呢 我举个通俗的例子 一个公司 是在成立阶段 亦或是在成立过程之后 在募集阶段 那么对于股东 新股东 原创股东 或者新股东的加入 对于股东来讲 他都有一个出资的义务 履行出资的义务 所以如果股东他 那么没有履行出资的义务 这个时候 对于公司来讲 他就有一个基于投资关系 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向谁请求啊 向这个应当出资的股东 来进行请求 因此 在这个法律关系当中 权利人是这个公司 义务人呢 是股东 因为股东有一个 足额出资的义务 好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其他依法不是用诉讼时效 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所以你看啊 那么在这里 这个权利人是谁啊 就是债权人 义务人呢 就是债务人啊 这通俗来讲 我们做了一个总括 你看这四个情形 都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 你再看看 这里面的权利人都是谁啊 要么是公司啊 那可能我这公司啊 现在有疫情的影响 我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 对吧 现在呢 我只能去通过 去出售我企业的股权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这个债权 然后呢 去募集到新的一些资本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公司也好 包括存款人 购买债权人来讲 他都处于明显的弱势主体地位 对不对 那看这银行 政府 金融机构 这个发行 公开募集的这个企业 以及股东来讲 他们都是处于明显的 强势主体的地位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再得出来 这么一个结论啊 一层一层再来分析 我们来理一下这个逻辑思路啊 那就是 这里说 对于债权请求权 来进行抗辩 说明啊 说明债权人起诉了债务人 而债务人提出抗辩 这事对吧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然后再往下再说 那么法院不予支持啊 法院不予支持这种抗辩 说明法院不予支持债务人 关于诉讼实际的抗辩 对吧 那就说明法院支持债权人啊 转而支持债权人 然后为了保护债权的实现 这是法院的立场 对吧 好 接着再往下看 在第三条结论啊 一层一层出结论 然后再往下看 那法律为什么要做出这种特殊保护 来保护这四类债权呢 那这四类债权有什么特点 来看看 因为上述所涉及到的债权人 代表的是什么 无论是老百姓也好 还是急需这个股东出资的企业也好 他们都属于什么 私民式主体 代表的是私民式主体的利益 而且在这四种情形当中 权利人和义务人都处于明显的实力 相差悬殊的状态 虽然都是私民式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 但这些私民式主体 他们的财产实力 以及他们的市场的其他的竞争力 都是完全就明显的 这个实力悬殊的相交叉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在这些关系当中 权利人处于弱势主体 那么法律为了保护弱势主体 为了保护这儿 权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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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法律在这里 它是为了保护弱势主体 所以它不予支持义务人的抗辩 好接着最后一条结论 那就是法律通过诉讼时效制度 它限制一般的债权 刚才说过 债权 那在诉讼时效制度当中 它可不是纯粹 法律一刀切去保护权利了 它是限制权利了 对吧 但是对于上述特殊的债权 这四类特殊的债权 法律取消诉讼时效的限制 无限制 不通过这个时间限制 给你这个权利加一个时间的砝码 那么既然上述债权无实现限制 说明其具有永久性 对吧 所以说对于这里的存款人 购买债权人公司 以及其他债权人来讲 那么既然他们的权利 具有永久性 所以一旦他们的权利遭受侵害 需要请求法律来保护的话 那法律不会给他加时间限制 法律都会直接出面 对吧 他的债权诉讼时效 具有永久性 好 所以我们理解了 这一层层的逻辑 梳理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说 为啥这四种情形 不适用诉讼时效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背了 你看很明显这些个权利 有人和义务人之间的实力 相差悬殊 尤其是财产实力 好 那么这第二种内容 就是第二横二这个标题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 我们就讲过了 不要硬背 一层一层去逻辑分析 去挖掘和剖析 它最内核的法理的内容 好 再往下 那就是第三个内容 就是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种类了 那么普通诉讼时效 一般的期间是三年 其实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 对吧 好 再往下说 还有特殊情形 特殊情形呢 就是比如四年了 有二十年了 那么特殊情形 它不是用民法来规定的 而是用特别法规 来规定的诉讼时效 比如说一些国际货物买卖了 技术禁输口了 或者海上货物运输了 有四年 有一年 还有一些特殊情形是二十年的 那就是从权力被欺害之日起 超过二十年的 二十年以内 法律予以保护 超过二十年的 法律不予保护 这是最长的保护期限 好 这些你都不用背啊 这是这个内容 考试几乎不会考 它是为了保证诉讼时效 这一制度内容系统的完整性而出现的 因为所有内容都提到了 就在这儿了啊 所以这里面 你特殊诉讼时效 以及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我不要求大家记忆啊 那你重点就把这三年的 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掌握了就可以啊 所以尤其跟我们建设工程相关的 一些纠纷 一般都是三年 好 时间段我们知道了 那从哪一点起开始计算呢 这个诉讼时效的计算 分为主观起算时间 和客观起算时间 主观就是自当事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 什么叫知道或应当知道 就虽然他给我们一个主观的起算时间 但实际上司法实践在判定过程当中 他最终还是要依据客观的一些表象 什么叫知道或应当知道 以刚才我所举的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的纠纷为例 从哪一天起叫做当事人应当知道 那就是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建满值 那就是刚才那个图示的A点 对吧 在这啊 在这点 主债务履行期限建满值 这是对施工单位来讲 我知道或应当知道 建设单位没有向我支付500万元的工程款 这个事儿 对吧 好 从这一点起诉讼时效期间起算 好 往下这是主观起算时间 那么客观起算时间呢 就权力被侵害之 我最终啊 最多呢 等你20年啊 好 那个我就不细讲了啊 这里面还有很多内容客观起算时间 但我们就不讲了 你只要知道 一般情况下是主观起算时间 自当事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 好 所以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种类 你就把握普通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三明就可以了